香港不少地區 都有這些十七九空的湯場 投資商店的專家說 這些湯場大多數是 在十三、四年前拆售 有保證回報 投資者覺得核心區 又可以吃到自由行的水 一下子的時候 就過千間這些湯場 在一、二、一、三、一、四年間 湧現出來 以前的人經常說 拿磚頭比拿現金好 但今時今日的概念 還會這樣嗎?Joye 是的,我們昨天也和大家說過 現在有不少的湯場舖位大跌 部分由當年的一、二百萬 跌到現在只是十萬八萬 就可以買舖做業主 當年買了舖位的 當然現在是肉哭無慮 但有很多市民看到 現在用十分一的價錢 就可以做業主 他們都蠢蠢欲動想入市 昨天我們和大家報道過 香港有不少湯場 都處於苦苦經營的狀態 有人輸足九成 選擇以戰價買舖離場 曾幾何時 地產和零售市道興旺 造就了這些湯場的出現 有保力性回報 投資者覺得核心區 又可以吃到自由行的水 一下子的時候 就過千間這些湯場 在一、二、一、三、一、四年間 就湧現出來 香港不少地區 都有這些十七九空的湯場 投資商店的專家說 這些湯場大多數是 在十三、四年前拆售 當時自由行輕旺 不少人覺得商店有前景 再加上租金回報高 所以就算這些店舖拆得這麼小 也有不少人投資 通常湯場的結果 賣那一刻當然會賣到半滿 但租金、保證、回報後 他會照給保證的 不過只說兩年保證期後 會否租到保證的回報 五厘就很困難 當年不少買家買了湯舖後 的確可以收足兩年租 但兩年後 經濟狀況不同了 這些湯場就更難找人租 所以不少也變成了死場 近日有些業主更是涉釀九成離場 不過凡事也有兩面 在這個時候也有人打算入場 用當日十分之一的價錢 就可以當業主 消息近日被廣泛報道 我們這一天去銅鑼灣這個商場採訪 就遇到有市民希望留底入市 我想找一間小小的就是用來擺雜物 這些店當然沒有人用 除非整個店都不滿 這些店舖就買衣服、零食也可以 而且這個店舖有個不好處 它的空間很少 這個商場人流極少 兩層只得四、五間店舖開 梁小姐說上個月聽聞 有鋪位200萬元成交 所以也來看看 不過看完之後,她就縮沙了 如果這個店舖就不用考慮了 太小就完全沒用 一個衣櫃也未到 你的衣櫃也不夠 你擠些甚麼 旁邊左右有合心水,是便宜的 我覺得是便宜的,我會買 如果是死場,我不會這樣做 張先生在這裡開水晶店舖十多年 原本只是租了一間店舖 幾年前花了一百多萬買到隔壁 之後打通兩個店舖做生意 他說現在還有興趣想買多一個 現在你自己持有的都升了 我覺得是差不多價錢 但它升我又不會賣 跌我又不會賣 我便繼續保持 因為我本身也要有個位置去做生意 這裡的牆壁 第一手那些是二百多萬一間 50呎的地方 平均也要百多萬,要求二百萬 現在你低於那一百萬 他們會否賣,當然不會賣 對於有人用死場來形容 他便不認同 他說對香港整個經濟環境都充滿信心 所以買鋪對他來說 是一項很有潛力的投資 你可以一間變兩間,兩間變三間 三間變四間 這個地方便變大了 你變大了之後 將來香港經濟環境很會 那便多人消費 自然需求商場店 你這麼大,很漂亮 那便升值 我連我的公司和家人也有一間 自己我的名字是一間 其他那裡用有限公司很會 大約1700至1800萬 馬先生在2019年開始 趁低價買入了多個店位 現在便宜價放租 出租率大約有六成 他還打算繼續趁低價入貨 而做生意不會那麼便宜 起碼也要一間萬多元 當然便宜,才不變黃 如果有限錢就買 買來打通他自己做生意 按摩、打腳、紋尾 租給別人做旅行社 對,或者租給別人做非用 引融中心做寫字樓 正當個個都覺得死場難租 但他便有獨特的見解 因為我真的不是說說我身經八戰 我投資過很多商店 包括羅湖城大陸天河廣場那些 臨風那些 暗暗廣場 周圍我都和一些朋友一起 合幻找過 有危就有機 你膽敢買才買股票 有100元跌到1元 或者你又要1元升到20元 那又如何呢 再多提大家一句 無論你覺得現在的價錢多低 投資始終涉及風險 所以行動之前 都真的要想清楚 還要聽到一些專家的意見 千萬不要一時衝動 雖然難聽一點死場 但裡面變了很多倉 因為擺東西也要地方 也要錢 迷你倉也要收費 但在市區內 你進入商場 還要有冷氣可以享受 那又真的不差 從自用的角度一定買得到 從投資的角度 就一般租金回報 但10萬賣出去 15萬、20萬、30萬 銀把勢 市房比較好 很多人願意買 他說不少人的心態認為 現在的商店跌到這樣的價錢 在這一刻入市 輸極有限 而且多或少 也有些博彩的成分 即使10萬元 每個月的管理費 當成1000元 一年多1萬元 我多輸99年 都是100萬而已 很多人輸得起 銅鑼灣下轉 尖沙咀下轉 荃灣下轉 元朗又下轉 大埔全部這些劏場 都是當區最核心的位置 那一鑼贏錢 那一鑼贏錢 就把其他店舖都給予其他 其實在輪盤上玩的時候 又可以玩 小市民如果想用10萬、8萬 買舖做業主 搏一搏 尼根興就提醒他們 買舖之前 一定要先計清楚其他開支 這些湯場一般都是 總之七除八扣 你計算下去 業主自己能夠 很優秀 代賭落袋 減掉所有管理費 電費、猜響、地租 所有這些減掉之後 能夠有5、6%以上的回報 就不錯了 但如果你計算下去 實質的租金回報 連5、6厘都沒有 只有2、3厘 那又不用買當場高 放在銀行定期 買街鋪的時候 回報都更高了 所以從零數回報 最重要是減掉所有的集費 另外,投資物業 亦有機會需要承擔 一些公用部分的維修費用 所以市民在投資之前 應該要做多些資料搜集 充分了解之後才做決定 暑假到了 又是去沙灘的好時候 香港雖然地方小小 但是沙灘也不少 對,而且很多地點都很方便 大家隨時隨地 都可以去沙灘享受日光浴 又或者跳入大海搶泳 還有,香港的泳灘 都算是設備齊全 看民處核下的泳池和泳灘 都會有救生員 去保障市民的安全 不過有市民向我們反映 有些泳池局部關閉 夏天這麼熱 不少人都會選去游泳 燒一下暑假 不過現在竟然 不是全部公眾泳池和泳灘都會開放 現在全港有45個公眾泳池 當中有超過六成泳池 正在關閉 關閉部分設施 例如馬鞍山游泳池 屯門游泳池 凍重游泳池等等 它們分別關閉部分設施 例如庫池 跳水池 汽水池 以及兒童池 這個有聽過 因為不夠狗生緣 是 是 你覺得這個情況會為香港市民帶來甚麼影響 很多市民可能很想游泳 但去不到家附近方便走腳的游泳池 當然不好 這麼熱 而且夏天應該要燒燒暑 關閉了的話 對我們常常喜歡游泳的人就很好 但為甚麼要關閉這麼多泳池和泳池 你知不知道甚麼原因 救生緣人手不足 我聽說救生緣有分季節性 冬天又不要人 夏天又請人 給我穿著我也不會去做 我是很喜歡游泳的 接下來說有機會有些泳池和泳池要關閉 你覺得怎樣 不是很好 對我們不方便 我們真的很喜歡游泳 很喜歡海灘 不要關這個泳池 希望政府不要關 你喜不喜歡游泳 喜歡 喜歡 如果不能去沙灘游泳 你開心不開心嗎 不開心 你一星期會不會游一次 不 如果遲些不能游泳 你怎樣 我會不開心 夏天驗驗 一家大小去泳池玩水 絕對是不少市民暑假的餘閒活動 但為甚麼這麼多富池 或者稀水池要局部關閉 對市民又有甚麼影響 亦有甚麼方法解決救生員不足的問題 我們稍後回來再一線搜查 我們下 believe 我們下放了 編幅 無 PT 4 5 5 1 5 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